把书翻到那个 三百三十四页啊 我们这堂课呢就把 我们教材中教材中的那个 最后一部分就是汽车库 电器设备用房的一个 通风设计给大家过一下啊 这块内容也比较少 空调智能我这边不知道 看学校怎么安排了 这块不是 我们要用玻璃口的 让调智能 我们还有一个 有点 然后就好了 我们收拾收拾 这个 改名 这块来 拿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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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们拉到那个小群里面了啊 你们回头有问题的话 就是关于采暖的话 还有那个空调的 还有就是通风的 都可以都可以问 规范什么的 我都传到里面去了 你们回头自己去下载一下 我们开始讲这一小块了 就是关于汽车库电器和设备用房的一个通风 内容可能比较少 也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们汽车库这边 虽然说它介绍了 关于换机次数 还有按照稀释浓度法 来计算它的一个分量的 但是呢我们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啊 嗯 都是考那个按照换机换机次数来做的啊 还有就是它那个一些设备用房 还有一些汽车库 这些上下排了一些问题 再者就是那个排风量的计算 就是还有一个排风口 还有排风机的一个选择 还有地下那个车库的防火排烟 防火分区了 防烟分区了 这个怎么来来做的 它的一个面积指标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系统 你有排肯定要有补的 怎么来来做 还有就是你那个排烟口 如果是兼用的话 排风间排烟口的一个距离 最远端的距离 大概是多少 有规范要求 再者呢 就是地下车库的一个采暖 还有就是地下车库通风的一个节能运行 我这上面没有写 就是还有一些其他设备用房 比如说你的水泵房了 还有你些那个编配电视了 嗯 还在这就是说 那个像 就是消防水泵房 就是给排水的那些 设备用房 都可能要说通风的话 都是由我们暖通专业来做的 大家把书翻到那个 三百三十四页了 翻到了吧 回复一下一啊 我们这些课比较比较简单 但是还是要我们寄的东西蛮多了 虽然说比较简单 呃 2012.1这一块就是主要讲我们汽车库的一个通风啊 汽车库通风啊 呃 主要就是我们看那个汽车规 就是汽车库 呃 修车库 停车场的一个设计防火规范 主要就是按照这个规范里面来 来实施他的一个呃 呃 季下停车场停车库的一个通风 怎么来取 看下面啊 他的一个设计原则 哎 我看那个陈飞你零啥意思啊 你没有课本 还是 设计原则这一块啊 汽车库应设置独立的一个送排风系统 排风量应按照那个 稀释废弃量来计算的 如无计算资料的话 可以参考那个换机换机次数来计算 呃 这个呢 就牵扯到 假如说我们考试的时候 理论上说我们这个排气量就是那个 汽车库这一块的一个排风量这一块的计算 理论上应该是按照那个 呃 稀释浓度法 来计算的哈 但是如果说这一块哈我们那个335页有讲到 就是关于稀释浓度法这边 我们可能要需要了一些嗯 关于汽车库内的一些特殊气体的一些量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量的话 一般哈一般我们设计的时候也都是没有这个量的 都是按照换机次数来做 再者说还有一个计算它的一个风量的问题 包括它的排烟量等等之类的 我们是根据它的一个车位来计算的 这个呢 我们那个技术措施上面 09的技术措施上面是有写的 但是这个呢是不作为我们考试的时候的一个内容的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不需要去记它啊 主要记呢可能就是记 按照换机次数这一块来记 但是呢那个稀释浓度法这一块 就是把书翻到335页 稀释浓度法这一块 也需要大家去了解熟悉一下 就是说如果考试考到的话 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有公式 你公式的话 可能哈考试的时候他都会把一些以质量都告诉你的 比如说啊 那个2.12-1 这个有一个公式 就是按照那个稀释浓度法来计算它的一个风量的时候 对于全部或者是部分 为双层或者是多层停舍库的时候 一按照稀释浓度法来计算 看到了啊 对于单层停舍库 一按照稀释浓度法来计算 注意这个啊 就是说你单层的话 你可以取 换机次数来计算 如果是 多层 或者是双层的话 应该是按照稀释浓度法来计算 虽然说现在很多是不用的 但是我们还是 就是考试的时候还是按照这个来做的啊 硬 注意一下啊 下面有一个公式 排风量的一个公式 L等于G 比上一个Y1-Y0 G呢 就是一个车库内的一个一氧化碳的 一氧化碳的量 毫克 每小时 再者呢 就是比上一个一个差值 就是车库内允许 一氧化碳的一个允许浓度值 它就是有一个定值 是30克 30毫克 每立方 再下面就是Y0 就是室外大气中的一个 一氧化碳的浓度 各地区不尽相同 一般的啊 城市里面 可以取到2.0-3.0 毫克 每立方 注意这个啊 下面是仪 相当于给你一个仪汁的量的 就是说 这个就是计算排风量的就主要的是球 就是车库内排放一氧化碳的一个量 这个一氧化碳的量 一般啊 它是给你 计算的时候需要的一些参数 它都不会直接给你说啊 车库内多少 排放的一氧化碳的量 不会这样给你的 就是下面的啊 2.12-2 这个公式 就是G 也是车库内的一个一氧化碳的总排放量 等于 M乘以瓦I M呢就是 车库内汽车排出气体的一个总量 瓦I呢就是 它的一个平均浓度 当然啊 这个平均浓度 你可以取 有一个取值 它给你定下来了 M呢 M也是 根据那个公式 2.12-3 根据这一个公式 来计算这个M值 M啦 K啦 T啦 还有T1啦 T0啦 这一些参数 下面都给你了 需要计算这个M 就是大M的值 大M是啥呢 就是 车库内的一个汽车排出气体的一个总量 当然这个是 它给你公式是一个总的系 分 往下分 但我们计算的时候 从 品令是从后往前面做的 最后推出来一个 它的一个排放量 排放量是多少 好吧 这就是关于那个 呃 按照那个 稀释浓度法 来计算 那个 车库的一个排风量 当然这个啊 我们做一下熟悉了解就行 如果考到的话 你会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往上面看的话 就是排风量计算这一块啊 按照那个 换机次数 排风量是不小于6次 送风量呢 是不小于5次 借助下面一块啊 当层高小于3米的时候 按照实际高度计算 换机体积 当层高大于或者等于3米的时候 按3米来计算 换机体积 注意这个啊 这个呢 就是要求我们 比如说你地下室的车库 层高是3米8 你可能就计算排风量的时候 需要按照3米来计算 但是你计算 你的那个排烟量的时候 就是根据实际层高来计算的了啊 注意一下啊 排风跟排烟不一样的啊 在下面往上面看啊 看到第一行下面呢 对于大型车库 还有地下二层三层车库 应考虑机械送风 为了节约能源 夜间使用备用电源时 地下汽车库的一个排风量 允许降低为三次 每小时 这就是按照换机次数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用了 你可以按照三次 每小时来计算它的一个风量 在下面看下一个啊 对于那个地下汽车库 若停放大型客车 层高较高的时候 趴的排风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 当然这个好像历年考试的时候没有考到过 注意一下啊 一般是民用地下停车库呈高多为四米二左右啊 对于汽车的一个技术的进步 大概是在凉窝里面 凉窝呢 一般我们都称为储业窗了啊 地下车库这一块 在下面看下面一句话啊 下面一段话 就是当设置送风系统的时候 送风口 移设置在主要通道上 注意这个啊 移设置在主要通道上 其送风方式为车库移用集中送风口 修理间为工作送风 如果说那个车库和修理间合在一块的时候 以采用顶部均匀送风 在那个寒冷或者是严寒地区送风应加热 再看一下前面的啊 这个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是车库移用集中送风口 就现在的我们大环境下而言 我们都是地下车库跟那个修理间是不在一块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补风口 常说的就是补风口 就是送风嘛 送风口 我们常说的就是补风口 补风口呢 可以在那个补风机房里面出来 你可以在那个机房这边设一个 一堵或者是一堵百叶 直接开百叶 开那个就是从里面送风机里面出来 拉一段风管 直接接百叶 可以的 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从机房里面拉出来一根管子 从外面接那个一个大风口 按照我们的一个风速的要求 风管尺寸 再规定一下 来取这个送风口的一个尺寸 设一个大风口 集中送风就可以了 再者说 那个下面有要求 就是车库和修理间同时在一起的时候 以采用顶部均匀送风 这就是需要我们从那个送风机房里面 或者是补风机房里面 拉根管子出来 到那个你的排风区域的一个均匀段 就是说我们拉支管 拉到那个和那个排风口 或者是排岩口相对应的去 来进行送风 这一页呢 就335页就基本上结束了 记住了 这个排风量的计算 按照换金次数法 那个稀释浓度 这个方法呢 我们大家了解 熟悉一下就先知道 有个地方有讲到 按照那个稀释浓度法计算 汽车库的排风量的 知道就行了啊 再往那个336页看一下啊 关于排风口和那个风机的选型问题 地下车库的一个排风口 应设于场地的一个下风向 而且是远离人员活动区 排风口的一个底边 离地平的高度 应大于2.5米 并做销声处理 这个说是2.5米啊 其实啊 我们那个 呃 在规范里面 我具体的可能记不清 是在哪地方呢啊 我们车库做的最低 进高 就是你一些 呃 打比方你的 呃 车库的进高 是那个 多少 是3米8哈 我刚才说的啊 3米8 你再减去梁 打个比方说你的梁是800 减去梁之后 你就剩到3米了 呃 3米之后呢 你还有那个 呃 有一些稍微的 有一些所谓的一些面层 当然这个可以忽略的啊 地下车库这一块可以忽略的 呃 再者就是说 呃 还有一块 有一些区域哈 你如果除了一些 什么所谓的一些 修理车间这一些 可能有一些掉顶 当然很多地下车库 修理车间是没有掉顶的 你如果说是没有掉顶的 你就是有3米的一个 进空间 进空间之后呢 一般我们汽车库最低的要求是 2米2 走道区域最低的进高是2米2 也就是说我们 走风管的区域就是3米减去2米2 就是有个800的空间 给我们来走 积电空 就是给我们有800的积电空间 让我们来走管 当然这个走管不只是说 我们那个有暖 只有暖通的管道 还有给排水的管道 还有强电的管道 还有弱电的管道 等等之类的 当然你那个强热电的话 就是一些乔里亚的 铁排水的可能就是一些消防管道 注意 虽然说我们课本上要求的 是2.5米 但是我记不太清 是拿别规范里面写的 就是最低要求就是2.2米 汽车库 在下面看下面一条 汽车 地下车库的一个排风机 已选用离心风机 注意这个 已为变速风机 已利于节能 又可兼做排烟风机 注意一下 排风兼排烟风机 用离心的稍微多一点 因为那轴流风机的噪声比较大 如必须采用轴流风机的时候 条件限制的时候 应该是采用低噪声的轴流风机 因为它轴流风机的噪声实在是 是不敢恭维的 规范里面肯定比我们教材上面的内容很多很多了呀 当然你不可能只看那个汽车汽车规啊 其他的规范里面呢 在下面我下面看啊 关于地下车库采用无机 采用无风管诱导通风的系统 这块呢 诱导通风呢 其实呢也蛮简单的 就是一台一台 一台一台的一个小的诱导风机 把这一些 假如说我们某一些区域 着火了 他把某一些区域的风 通过诱导风机 有一个连带的通风 把这一块的风 就是烟气或什么的 送到我们 从机房里面出来的很短的一段排烟管 或者是排烟间排风管 这个地方去 再连续的把它排出去 这样呢 可能对于消防这块的一个控制 可能要求严格一点 但是呢 我们对于地下车库的这一块的那个 进高可能会有所提高 稍微有一点提高 但是不会太多 往下面看那个地下车库通风系统 一个节能运行这一块 计划车库的一个通风系统 以根据使用情况 对通风机设置定时启停 还有一个台数的一个控制 或者是根据车库内的烟化的浓度 进行自动进行控制 其实说难听一点的啊 在我们现在做了一些项目里面来看 我们这些排风机 如果说非 非高档的那些 地下车库 停车库啊 还用了一些 时间非常非常短的 基本上不用的啊 可能一天也就开了一两次 中午开一次 晚上开一次结束 再看下面呢 电器和设备用房的一个通风 电器用房的通风 注意一下啊 地面上的一个变配电视 已采用自然通风 不得满足要求的时候 采用机械 机械的话 就是用要刷机械的啊 机械通风的时候 气流是从高低压配电区 流向变压气区 因为它那个 我们强电专业啊 如果做机电的话 强电专业都会把这个机房里面 变电视 配电视 还有两个 有一些呢 它是合到一块的 放到一个大房间里面的 可能呢 就是从那个 需要我们从 高低压那个配电区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配电室里面 装了一些配电区 这个配电区里面 这个配电区里面 气流是从这个区域流向变压气区 有两个区域基本上都是啊 再由变压气区拍到手外去 也就是要求我们设那个封口或者是封管系统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啊 看一下下面的那个变配电视的一个通风量 硬按到下列公式来计算 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啊 2.12-4 L等于Q比上一个0.337 呃 乘一个TP-一个TS CN吧 有一公式的啊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下面也都有 公式的解释 取多少 或者是由设备厂商 或者是由公式来计算 取多少 这里面就大概有一个啊 估算值 假如说我们考到的话 就要看一下啊 关于设备用房的一个通风 基本上都在这一块的啊 再看一下下面的 当你上面没办法找到那些资料的时候 也就是用那个 嗯 散热量来计算的时候 资料不全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按照换期次数法来计啊 一般那个变电是 5到8次 配电是3到4次 为什么变电是比那个 配电是这一块 稍微高那么一点 因为他这一块可能 呃 散热量或什么的 稍微 大那么一点 当然具体大多少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计算啊 因为你实际的项目不同 你得出来的数据也是不同的 所以说不能同日而语 好吧 在下面看337啊 关于那个 变配电是可采用降温装置的啊 呃 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最小的 新风量 大于或者是等于三次每小时的一个 换期次数 或者是大于5%的一个送风量 这块需要注意啊 再下面第六点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设置在变配电室内的通风管道 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注意这个哈 不燃材料制作 前面第二点就是关于那个第二小点啊 关于气体灭火 防护区 以及那个储坪间的一个通风 呃 上面的不需要看第二小点 关于那个通信机房 电子计算机房等 场所的一个通风换机次数 不小于5次 注意这个啊 不小于5次 再看下面那个各类设备用房的一个通风 哎 制冷气房的通风 注意一下 2.16-2 关于事故通风量 有一公式 而就是当制冷气房设备发热量的一个数据是不全的时候 可按照换机次数 次到6次来计算 我们一般是去6次啊 注意一下 看一下第五点啊 有一个制冷气的一个比重 几乎是都大于空气的 机械通风 应该是根据制冷气的一个种类 设置事故通风 呃 事故排风口的一个高度 一般地下室的制冷气房排风口 以上下分射的啊 注意一下这个 当然这块可能现在考的 最近一步的前 前段时间 前两年 他那个 比如说画图的啊 可能 呃 审图的时候 抠这一块 还是比较多的 安置冷气房 按照这个来计算 183立方米每平方 呃 所以哈 冯学波哈 你尽量的最好不要按照这个来计算啊 我是建议 我们只要记住一个换机次数法 就可以了啊 再者就是说 如果他说让我们用那个公式来计算的 他肯定会把一些呃 前提条件给你的 看一下338页啊 安置冷气房的一个 摄 看一下第三点啊 锅楼房 燃 直安机房通风 第三点 呃 锅楼房 啊 锅楼间或者是直安机房 还配套用房的一个通风量 应该应该按照下面 呃 来确定的啊 当设置在首层的时候 燃油锅楼间 燃油直安机房的一个正常通风量是三次 每小时 啊 四股通风按六次 燃气锅楼间 燃气直安机房 正常的通风量是六次 四股通风就是十二次 当设置在地下或者是办地下室的时候 锅楼房直安机房的通风量 呃 按照六次 四股通风量按照十二次 再来就是第三点 设置在地下或者是地下室的时候 锅楼房直安机房通风量 应该应该按照十二次计算 这个这一个点 我是不建议大家记住了啊 因为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这个按照按照十二次 上面的呢 上面按照六次十二次又是啥意思 不是也不是说重复 这一点大家不要记按照前面的一个锅楼房直安机房正常通风量按照六次 四股通风量按照十二次记住这个就行了 下面的哈那个第三点这块哈 我给大家说一说一句话就行了 你不要记就行了 我们正常计算的时候 都是去大致按照十二次按照十二次来计算设计的时候 嗯没有人说去按照正常的六次四股通风按十二次 取个双处风机再给它去重新设计 没有的都是按照去大致十二次就行了 在下面第四点 一二第三点排除 你自己可以忽略啊 呃第四点关于锅楼间和那个直安机房的送风量 认为排风量和燃燃烧所需的一个空气量之和 作为这个啊 就是说你的送量是比排风量是要大的 大哪一些 就大出来之后就是大了就是那些燃烧燃油了 或者是那个燃气了 它的一些所需空气量的之和 就是这一点啊 油库的一个通风量六次 油泵间的也是按照十二次 计算两者 换气的时候 房间的高度一般是可取到四米 作为这个啊 四米 它是给你定尺的了 就是说你可 就是考试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数值 你那个体积怎么计算 就是直接就取四米了 地下日用油厂间的啊 通风量的话按照三次 燃气调压和那个计量间 按照三次 四固通风量是十二次 注意这个啊 四固通风系统应与可燃气体浓度 报警器连锁 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 85%的时候 系统启动 社固通风系统应有那个排风盒 通畅了一个补风或者是进风装置 这一句话啊 回头我们稍等一下之后 我们有立体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一下啊 关于这个点的一个考法 好吧 再看一下就是关于厨房的一个通风 一般呢 我们厨房是设四个部分的 这个里面减略了一下 三个部分 厨房的通风应该为 应按照全面通风 还是局部通风 就是全面排风局部排风啊 通俗一点讲 还有补风三个部分 里面上我们设计的时候 你按照这三个部分设没问题 如果细化一点的话 就是四大块 你全面排风 就是房间的一个排风 当然你排的话 你肯定要补就是房间的这一块的一个补 局部排风就是排行的排行道这一块 你排了你肯定也要补了 也有一个补风 但是我们教材上面说了这三部分 可能就是把那个两块的补风合到一块了 一个补风里面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之前做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过 就是关于北方地区补风的时候 设不设加热 就是说有一个预计加热 当然不是说除了到室内状态点 稍微有一点加热啊 这个呢 我们去项目上也跑过几趟 跑过几趟之后呢 得出来了一个结论啊 现场的一些做饭的一些工人师傅 就那些厨师 他们给说的 他们是不建议做的啊 就是你那个补风的一个预处理 不建议做的 因为在冬季的时候 他们烧饭也是 其实说男性的 他们烧饭也是很热的 就是你不需要加热 我已经就很热了 你再给我加热 我不更热 所以说这个呢 可能就是平时设计的时候 一个 一个什么法 一个小建议吧 就是说在北方的地区 也是不建议做预处理 加热的啊 在下面看下面一大点啊 关于第三点 就是洗碗间的排风量 按照排风罩 断面积速度取 不以小于 0.2米每秒进行计算 一般洗碗间的排风量 可按每间 500立方米每小时来取 注意一下这个啊 按照500立方米每小时来取就行了 他的一个补风量 按照排风量的80%来取 呃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没啥可比的 呃 再看一下下面的啊 333页 有一个厨房通风印采用直流系统 直流式的一个系统 补风 仪符合下列要求 补风量 以按照排风量的80%到90% 还取 厨房与餐厅相邻的时候 送入餐厅类新 清风量可作为厨房补风的一部分 但是气流进入厨房开口出来风速 不宜大于1米每秒 注意这个啊 看一下下面一个 就是当夏季厨房有一定的室温要求 或者是有桥垫的时候 补风一座冷却处理 可设置局部或者是全面冷却装置 对于严寒和寒冷地区 应对冬季补风做加热处理 送风温度可按12到14摄氏度来选的 注意一下这个啊 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虽然说 它这个教材上面有这一块的要求 我们规范里面也有这一块的要求 但是我们设计啊 实际设计的时候 我指这个是题外话的啊 实际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 不进行它一个预热处理就行了啊 当然这个啊 只是一个建议了啊 再往下面看就是关于 排风量的一个换机次数来 中餐厅 西餐厅和职工 餐厅这一块的换机次数 注意啊 下面有一个柱 上述换机次数对于大宗型的一个旅馆 饭店 酒店的厨房 是比较合适的啊 再看一下下面还第二点 当按照叫 嗯 道顶下的房间起机来计算风量的时候 换机次数可取上限值 相反的按照那个楼板下的一个体积来计算的时候 换机次数可取下限值 注意一下啊 下面一点就是关于厨房送风口排风口的一个布置 符合要求的啊 有要求的 送风口应沿着排风罩方向布置 据其不宜小于零点七米 防止短路啊 这个为什么有零点七米 就是防止短路 全面排风口应该是远离排风罩的 设在操作间内的一个送风口 以采用 带有可调节出风方向的风口 双层百叶风口了 用的多 旋转风口了 用的也不少 再下面一点就是关于 厨房排风系统的一个设计啊 风管的材质 移 注意一下 移采用1.5毫米厚的一个钢板焊接制作 当然这个钢板有点虚了 我们建议推荐的是不有钢板啊 不有钢的 风管应设计不小于百分之的坡度 坡向排水点或者是坡向排风罩 这个为什么要有个波动呢 就是说你 假如说你排油烟的话 做出来之后 你那些油烟怎么排 你要么回到源头 要么就是排到那些 有专门的处理的点 我们系统的最低处也都会设一个 油烟处理处理点的 再来就是关于它的风速要求 风管内的风速 不应小于8米每秒 且不宜大于10米每秒 注意这个啊 8到10 当然这个10呢 你现在已经被打破了 好多都取到12 11左右 下面就是关于排风罩 接风管的一个喉部风速 取4到5米每秒 注意一下这个啊 下面就是关于排风管 室外设置部分 以采用防止产生冷凝水的 一个保温措施 因为它这一块的一个温度 还是比较比较高的 当然这个处理过之后 稍微有有部分降低应该说 但是说说实在的 可能就中国现在一个项目而言 去看了几家 还是不太完善 排风机设置 应考虑方便维修 你选用外置式的一个电机 注意一下这个 再看下面一点 就是采用燃气造具的一个地下室 办地下室 地下密闭书房 通风应该是符合下来要求的啊 室内应该设置烟气的一个 一样化碳 浓度检测报警器 把书翻到340页这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房间 用设置独立的一个 机械送排风系统 通风量的计算 正常工作的时候 换机次数不小于6次 事故通风的是12次 不工作的时候按照3次 注意一下啊 就是说 你不工作平时的时候 就是按3次 工作的时候正常 就是按6次 你事故的时候 发生事故的时候 你就按照12次 把机上 再下面就是关于 嗯 嗯 当燃烧所需的一个空气 由室内吸取的时候 定满足燃烧所需的一个空气量 就是你这个捕风 假如说 你那个燃烧所需的一个空气 是由室内取 你不是说单独拉一根管道 或者怎么的 拉到室外 去取那个 燃烧所需的空气量 你在室内取的话 你的捕风需要考虑这一块 就是你这个 就是比如说你用燃气 燃烧的话 你肯定要需要氧气 这块怎么来了 就是需要我们 要么你就直接拉管道 出去室外去取 要么就是我们 暖通这一块来给你 做捕风的时候 把这一块考虑进去 好吧 还有就是 硬满足排除房间热力设备 散失了一个多余热量 所需的空气量 比如说你那个 采发机房 你的变配电锁 它有设备 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发热量 散热量 你要排除这一块的一个散热量 还有正常的一个通风 达到我们的一个要求 当然你那个 捕风量这一块 也要是多考虑的了 再下面一点 就是其他设备机房的一个通风 电机机房 可按照换机次数 把计算是渠道 五到十五次 你按照十次就行 折中一下 十次 下面第二点就是关于水泵房 换热站 中水处理机房 通风机房 这些 他们的一些机械通风的一个换机次数 有一个表格 2.12.1 呃 机房的名称 还有那个换机次数 怎么来定的 清水泵房 软化水间 污水泵房 中水处理机房 蓄电池室 还有通风机房 通风工条机房 还有就是换热站 需要我们记住了啊 换热站这一块记一下 水泵房这一块记一下 呃 还有那个中水处理机房记一下 三大点 从前往后呢 就是依次就是水泵房 中水处理和那个换热站 注意一下看下面的哈 就是关于那个小字 住蓄电池 采蓄电池室 采用全封闭的一个蓄电池的时候 换一次数三到五次 注意一下这个啊 这一块呢 那我们现在就 通风那块就基本上搞一段落了啊 通风这一块呢 可能就是需要大家了解的 那个规范内容 可能相较而言比较多一点啊 这个就是靠大家的一个努力了 使劲未继了啊 理解也是要理解的 但是通风那一块 要我们大家背的东西 可能比较多一点 好吧 教材已经结束了 提点说明一下 我们大章里面要求的 有一些内容 没有 就是没有针对我们通风章节里面 没有要求的 但是呢 那一年考试里面 有大概有几题 考到过 比如说那个什么 赤换通风了 人房了 还有就是锅炉了 这一块的 他都有考到 再者说 下面一点就是 关于教材跟规范 有不同的地方 应该是以规范为准 我不是发给你们 有71本还是72本规范吗 71本还是72本应该 72本规范 这些规范 你尽量的能凑齐就凑齐 凑齐不齐的话去借 借一下 逢去不 他说不准就考到了 考试的时候 拉个拉杆去考试 很正常的 里面都是一些规范 几点建议啊 就是熟悉规范 主要规范 还有那个强制性条纹 这个强制性条纹呢 就是我们规范里面的一些 粗黑体制 这个注意采用最新版的规范 这一块呢 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有哪几点给大家说一下 虽然说是写的最新版的规范啊 但是我们这个防范烟这一块 是不采用的啊 这个也太新了 就是防 防火规范这一块 还有那个防范烟规范 可能在8月份应该就出来了 当然我们9月份考试 我们8月份出来 这个也是不采用的 还有就是新出的2014版的 那个防火规范也是不采用的啊 注意一下 看老板的 嗯 注意一下啊 还就是注意规范里面的一些 方法和公式的一个适用条件啊 比如说 我们就拿规范里面来说的啊 就拿中平的一个排烟来说吧 中平我们要求的 小于12米自然排烟 还是大于12米机械排烟 当然还有一个要求就是 你满足他的一个自然排烟的一个面积要求 你就可以做 这一块啊 他就是他规范里面是这样的说 但是他有一个适用条件的 比如说你满足他的一个面积要求了 你也可以用这 在下面就是准备好方便会计的查业方法 这一块呢 就是给大家 之前我也给大家说过啊 我们 我们给那个 我给大家说了那一些重点 我尽量的啊 我是建议啊 用那个小的一个变签子 写一下 切到你的教材上面 因为你去的时候 你肯定要带教材的嘛 你都是买了一些教材 都是很正规的 都是没问题的 你带一下 你切了有一些小纸条 就是那一些那个变签子 你好烦的 大概是哪一些类型的会烤到 是在哪些区域 你一翻就翻得到了 就说你考试的时候也是 注意一些审题 就是把握他的一些关键词 我们过一会儿 我们那个 关于那些例题的 大概的一些讲解 我们都给大家讲到哈 关于关键词的一个把握 再者就是关于同类题目 无论难一分数一样 先一后难 先做一些简单的 再做剩下的一些时间 再做难的 做完之后 你实在不会做了 当然你还要写一下 比如说一些公式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你的思路 写一下 之后再去做一些 你认为可以做 但是很复杂的一些题目 好吧 遇到难题的时候 先判断 题目的一些归属 理清 解析的一些思路 这个怎么来说呢 就是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了 你做一些记号 你在你的教程上面 做一些记号 你要先归清 比如说你念了一遍 这个题目之后 你想一下 你是按照 民规里面能找得到 还是暖规里面能找得到 还是高规里面能找得到 还是我们那个厌守规范里面能找得到 还是汽车规范里面能找得到 等等之类的啊 你大概有一个心理 你第一反应 差不多这一期应该在哪个地方 我记得是 百分之 三还是五 中庭这一块的 稍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翻一下什么 翻一下那个 翻一下规范 我也记不太清楚 三还是五 百分之 我记得 嗯好的呀 不懂了那就翻一下规范那边啊 这下面就是关于那个案例分析这一块 一定要写分析或者计算过程 不写的话 不会给你分的 下面一点就是调整心态了 不要期望取得满分 看一下就是关于专业知识类的这一块啊 就是考核主要是考了 就是我们对于法律法规 就是我们规范里面一个条文的了解 还有就是规于这些条文的应用 还有基本知识类 还有它的原理的一个了解 还有它的一个应用 最主要就考这一块 安利这一块呢 可能就主要考那一些 我们教材里面 或者是我们规范里面那些公式的一些应用 这一块呢 后面这个我先不给大家讲啊 因为这些很多都是答案了 大家有课件的也都看过了 我们就先不讲这一块了啊 给大家做一下其他的 看一下这一个啊 第一代题呢 就是关于采暖通风那块的啊 下列关于甲椅类的一个厂房 采暖通风的一个设计车法 哪一项是错误的 A呢是甲椅类的一个厂房中 空气不应循环使用 B呢是甲椅类厂房 严禁采用电 电热的一个散热器采暖 C呢是甲椅类的一个厂房 设备与排风设备 不值在同一机房内 一不值在啊 送和排的一些设备 一不值在同一机房内 D呢是甲椅类厂房排风设备 不应于其他设备 比如说送了或者排了 这些设备不值在同一通风机房内 这一题呢我们也好理解 不会的也都知道 应该是选哪一题 你不知道去哪里找 找这一块的一个东西 你也知道应该是选哪一题 因为很容易判断 但是呢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暖龟里边的 5.3.6.1条 还有就是5.7.8条 再者呢就是建规里面的 10.2.2条 看一下这个啊 暖龟里面5.3.6.1条 怎么写的呢 是甲椅类的一个生产厂房 以及含有甲椅类的一个物质的其他厂房 不应 就是不应采用了一个循环空气 注意这个啊 结合上面一句话 5.3.6 这句话来来来理解下面一句话啊 再下面就是关于那个5.7.8条呢 就是用于甲椅类的一个场所的通风 空气调节和热风采暖的一个送风设备 不应于排风设备 布置在同一通风机房内 就是说布宜 同时在一个机房内 这样就是说我们C选项 就是有问题的了 D选项就是没有问题的了 再看一下下面那个 建规里面的那个10.2.2条 甲椅类厂房和那个甲椅类仓库 是严禁采用火和电热散热器采暖的啊 注意一下这个 再看一下这个啊 现场组装了一个除尘器 可体应该做漏风量的一个检测 在设计工作压力下 离心式除尘器允许的一个最大漏风量 应该为下列的哪一项 这个主要考的就是我们一个漏风量的问题 A那是5% B那是4% C那是3% D那是2% 这个呢 一看哈 关于呃 现场组装嘛 这个除尘器的一个 颗体 一看上这一块 我们就立马想到了 现场组装 一般是跟现场是有关系的 跟现场有关系的 就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 就是说 你现场做好了 我得去验抽 这就是我们需要用到了一个规范 就是我们的验抽规范 翻一下验抽规范里面 呃 7.2.4.2条 叼入一下啊 我不只说让你去翻 你翻个这个 翻过之后就 记一下 没了 标注一下 我推荐大家是哈 拿一个变迁纸 因为这个变迁纸 没有变迁纸的去买一下 一个变迁纸 也就几毛钱 买一下之后 你写一下 很大作用的啊 咱们个人习惯 我只是推荐 很明显的啊 这个7.2.4.2条 有一个是现场组装的收藏器 可体应该是做漏风 漏风量的检测的 在设计工作压力下 允许的漏风率 漏风率为5% 其中离心式的收藏器为3% 注意一下这个啊 我们这边有关于离心式的收藏器 王兴是不是可能只看到前面 没看到后面 再看一下第三点 就是关于不带收藏器和电收藏器的一个壳底 还有辅助设备 接地应可套 注意一下这个啊 再下面一点 就是关于人房的通风的问题啊 关于人房 防空地下室防护通风的一个设计 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看到了吧 我们虽然说那个 大纲里面是没有对人房这块有要求的 但是历年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就考到了一到两个期 他给你 虽然说不是难 不是难 规范里面 人房规范里面 人规里面都是能找到的 但是他都会考 好吧 看下这个题啊 关于防空地下室 防护通风的一个设计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A呢 是穿墙的一个通风管 应采取可靠的一个防护密闭措施 B呢 是暂时为物资库的一个防空地压室 应在值班室内设 测压装置 C呢 是防暴拨活门 防暴 防 暴拨活门的一个 防暴拨的一个活门 它的一个额定风量 不应小于暂时的一个隔绝式通风量 D呢 是过滤吸收器的一个额定风量 必须大于 呃 绿毒通风的一个定风量 注意下这个啊 C的这边有一个是 防暴拨的一个活门 这个呢 是我们这边称的 但是 呃 有一次我们跟人方慢的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是怎么说呢 就是 防暴拨活门 还有说的是 防暴拨活门 很多种说法 但是 最常规的 最正确的 应该是防暴拨活门 注意下这个啊 看一下这个题之后呢 你就想到的是 就需要我们去翻人房规范了 啊 人房规范呢 呃 A选项啊 你可以找一下 5.2.13条 B选项呢 B选项呢 就是5.2.1.2条 大家看一下吧啊 这个题也不做什么强求的规范了 不做什么要求了 给你看一下啊 呃 B 根据5.2.2.17条 B 根据5.2.17条 只有设 绿毒通风的一个地下室 才应在值班时设置那个赤牙装置 选项C 根据那个5.2.10条 呃 选项D呢 根据5.2.16条 严禁小于 而严禁小于是 另一个说法就是大于或者是等于 D选项与那个 原文就是规范里面的一些原文是有差异的 所以说这个题呢 就是选D的 回头我这个课件要发给大家的 反正 大家现在先去 看一下那个人方规范 好吧 建议大家啊 把那70多本规范 都是 借到或者是买到 买我就是不建议的 最好是能借到啊 接下来一个题啊 就是关于机械全面通风的一个计算 呃 他的一个计算方法 那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S当 数种容器 本来或者是铜器 铲 嗯 醋类 醋类的这一些 这一些蒸汽同时在室内散发的时候 全面通风量 应该是取其各项所需通风量的最大值 B呢 是计算风量平衡时应采用体积流量 C呢 是利用无组织进风 可让清洁要求类 要求高的一个房间保持镇压 哎 D呢 是同时放 嗯 放散热了是 蒸汽和那个有害气体的工业建筑 除了一个局部建筑外 移从上部区域全面排风 当房间的一个高度是 大于6米的时候 排风量可按6米 每小时 每平方来计算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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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ние 感谢观看 第一点呢我们暖规里面啊暖规里面都有的 看着刚才那个顾明明说那个关于规范汇编也有的呀 有规范汇编的 这些呢都是我整理的一下啊 我这边那些规范里面整理的 就是根据我们考试的一个 需要了一个规范的要求 整理的一些 这一题选D呢 我这边是有问题的 我已经写错了 D的啊 看一下暖规里面5.3.10条 有了 看你们也都知道了啊 看一下那个下一题就是关于防白烟这一块的啊 哎 我们看到防白烟就这一块啊 关于建筑防白烟设计下列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要么在建规里面 就是建筑防火规范里面要么在高规里面 高层建筑这一块的一个防白烟设计下列哪一项是不正确的 A呢是当一个防烟分区内设置多个排烟口 并需要同时动作的时候 可在该防烟分区的一个总风道上 统一设置藏壁型的一个排烟阀 B呢是平时不使用的一个排烟口 或者是排烟阀应该为长壁型 且因设有手动或者是制动的一个开启装置 C呢是排烟防火阀与通风管道上来使用的 防火阀的一个构造其实是一样的 仅仅是熔断了一个温度不一样 D呢是确认火情发生之后 手动或者是自动开启防烟分区的一个排烟口 或者是排烟阀并连锁启动排烟风机 当温度超过28度的时候 该排烟口或者是排烟阀关闭并连锁停止排烟风机 刚才也说了哈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建规或者是高规 大家可以把建规看一下那个9.4.6.2条和高规的8.4.4条 这一个题很容易出错 这一个题目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烟阀开启的时候 排烟风机应能自行启动 就是连锁嘛 第二点就是排烟口排烟阀平时是关闭的 是应设置手动核自动开启装置 它这边有一个是或开启装置 注意一下啊 这边是和开启装置 这边是或开启装置 两个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我们理解的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有问题的 注意一下啊 就是说你这个手动或者是自动可以单独设的 这一边手动和自动必须是一块设的 所以说这个选项是有问题的 再看下面呢 就是关于代式储存器这一块的啊 以下关于代式储存器的一个性能描述 哪一项是错误的 A呢是代式储存器的一个阻力 和进口的一个空气密度是成正比的 B呢是代式储存器的一个锐层的阻力 与过滤风速成正比的 C呢是对于一微米以上的一个粉层 代式储存器的储存效率 一般可达到99.5% D呢是代式储存器的一个漏风率 小于5%表明该产品的一个性能是合格的 这个呢可能就主要靠大家看一下 那个教材里面的啊 216月 关于AB选项呢 215月就是关于 C选项呢 D选项呢可能就是一些老规范里面的啊 根据GBT8533-2010 或者是GBT8532-2008 再或者是GBT8533-2010 都对那个代式储存器的一个漏风率 有一个规范要求 V搜尘 Truth V搜尘 Truth 明显的啊 我们那个看一下教材里面 爸爸一直留意吧 过滤层的一个压力损失 与过滤器的一个速度和气体粘度 注意一下啊 与过滤器的速度和气体粘度是成正比的 与气体的密度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A选项 它与进口的一个密度是有关系的是错误的 A选项是有问题的 所以B选项是对的 B选项对之后呢 那个C选项看一下也是对的 关于D选项这一块哈 注意一下如果说今年考到这样的话 这个D选项 注意一下啊 D选项是 怎么说 是错误了 应该说是 就是符合这一题的提议的 看一下我这边写的一些东西 写了一些东西 落封率限制在3%到4% 因为这个应该是10年的一个真题 10年的真题呢 它那时候按照老规范走 它这个落封率是可以的 但是按照新规范的话 是3%到4%之间 所以说这个是有问题的了 所以说这个题是 符合这一题的提议的了 如果说现在考到了话 这个题就有两个选项了 一个A一个D 记住了啊 大家看下面呢 关于机械排验这一块的啊 设置机械排验 看上这个我们应该想到 要么是高规 要么就是建规 设置机械排验的设施 下列哪几项是错误的 A 一类高层建筑了一个 无直接自然通风 而且呢 长度大于21米的那走道 是 硬设机械排验 看到一类高层 我们就想到的是 这一题 基本上考的 也就是一个高规里面的 找到高规 在下面B选项 层高3.2米 八层的一个医院 无直接自然通风 而且长度为21米的 一个内走道 可以不设置机械排验 C呢 是层高3.2米 9层的一个综合楼 各层建筑面积 一大六层 每层1400平方 7到9层的每层是1200 无直接自然通风 而且长度为21米的 一个内走道 可不设机械排验 D呢 是 15层的一个 五星级宾馆的一个 进高 超过12米的中庭 应该是机械排验 9层的一个综合楼 8层的一个综合楼 词 2 3 6 7 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去找一下高规的啊 根据高规8.4.1 I选项是没问题的 高规3.0.1 B C选项是有问题的 对的 按照排除法 高规的8.4.1.3 D选项是没问题的 错误的选项就是B C了 我们不要只是记住题哈 我们要记住就是说做题的一个思路 第一点就是看到这个题之后 机械排验设置机械排验的 可能就是跟防火规范这一块 防火规范这一块有关系的 再看一下题目里面 一类高层的就是高规里面 肯定是涉及到了 再下面一个呢就是防火措施的一块啊 某高度为25米的一个散听 通风空调系统 风管按照那个防火分区设置 而且呢是设有排验的一个防火阀 措施正确的是下来拿几项 A的是风管采用不燃材料 硬采用 B呢是确实有困难的时候 销声材料可以采用燃烧产物 毒性较小的难燃材料 C呢是风管可采用燃烧物 毒性较小的且烟密度 等级小于25的一个难燃材料 第一呢是电加热后 电加热器前后两米处范围内 风管材料是采用不燃材料的啊 这个题呢一看防火这一块的你需要看的就是建规了建筑防火规范围内 但是呢还有一块就是关于地点啊 这一题很多人把地点 搞错 上期这一题的答案 I选项呢 你看一下8.4.1.1 这一块有一个要求 B C选项就是我们这一块的B和C选项 看一下我们那个3.0.1 D选项呢看一下8.4.1.3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一张PPT放不下的 所以说有没结的 我想这一题大家应该都能做的对了 没有什么难处的这个 再看这个啊 主要是这一题 这一题应该很多人都做错的 看一看 看下建规的10.3.1.5条 还有10.3.1.6条 建规啊 你看这个题目之后 防火关于防火的设置 就应该想到是在建规里面 或者是高规里面 注意一下啊 关于D选项 D选项 我们建规里面是没有的 民规里面的6.6.6.15条 是有了 这个电加热器前后 可不是我们所讲的哈 你风管穿越 防火墙的时候 你要两米之内 采用不然材料 做一下看一下吧 根据那个建规里面的10.3.1.5条 选项IC是正确的 IC是哪两个 哪两个就是风管采用不然材料 C呢是 风管可采用燃烧产物 毒性较小的 而且呢 这个烟气密度 等级是小于25的 男人材料 10.3.3.115 这个就是通风空气调节系统 一个风管不然材料 但下来的情况 特殊特殊情况除外 接触腐蚀性戒指的一个风管 和柔性接头可采用的 男人材料 第二个呢 就是体育馆 展览馆 什么后车厅 这块 之类的 当风管按照防火分析 设置的防火划的时候 可采用燃烧产物 毒性较小 且烟气密度等于 等级是小于 或者是等于 小于等于的 25的一个男人材料 所以这个啊 B选项 为什么是有问题的 10.3.16条 设备和风管的一个绝热材料 应用于加湿器的一个加湿材料 还有一个销声材料 还有在这个年接季 一采用 不燃材料 当确有困难的时候 可采用 燃烧产物的一个毒性较小 且烟气密度小于 等于50的男人材料 就是说我们这个选项 是有少一个 少一段话的 就是这一段话 可采用 燃烧产物 毒性 较小 而且那个 焉密度等级小于等于50的一个男人材料 属于这个点啊 再下面就是人房这一块的了啊 关于人房工程的一个通风设计 过滤吸收器的一个额定风量的确定 哪几项是错误的 S不小于最大的一个气酸吸风量 B是不小于暂时清洁通风的一个气酸吸风量 C呢是不小于暂时 绿毒通风的一个气酸吸风量 D呢是不小于暂时要求了一个隔绝通风量 一看这个题目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人归 第五点二点一六条 还有就是第五点三点三点三条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题目哈 哪几项是错误的 点几项是错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嘞 没规范 你们都没规范 我们就直接看了 梦了 梦醉了 人归里面 5.2.16条 这边有一个严禁小于 还有第5.3.3.3条 绿图新风量这一块的 5.2.16条 这边结束来了 是设计时选用的一个过滤吸收器 这一块 它的额定风量严禁小于 通过该过滤吸收器的一个风量 严禁小于 关于那个绿图新风量这一块的 第三点 按照暂时绿图通风的一个计算新风量 选用 绿图 额 禁牌风管上的一个 过滤吸收器了 风机了 绿图 风管了 还有一个密闭阀门 我想说你们都太厉害了 懵懂懵嘴了 再看这个能不能懵对 建筑利用自然通风 相对应的一个 使外的常年风速 哪几项可获得一定的风压作用 A是冬季常年风速为3.5米每秒 这个平均风速 夏季是1.5米每秒的平均风速 夏季常年风速3.5米每秒的平均风速 冬季常年风速为4米每秒的平均风速 这个呢可能很多人都找不到了 我们那个零七的一个节能 专片里面有了 零七节能专片 我给大家的那个规范里面也都有零七节能专片 有一个不小于两到三米的啊 要求 难道我们两个不一样吗 陈世龙 我这是2.3呢 接到规范里面 反正好像你们都想对了 在这题 讲到 再讲到这一块也得按照规范走啊 规范里面规定的是2到3米 它就这样2到3米 好吧 也许你记错了 我给你们那个规范里面那个 联机节能专片里面 你再看一下 4.1.2-4条 进行某燃气波炉房的一个通风设计 下来打几项符合要求 A是通风换进次数三次 事故通风六次 B呢是通风换进次数六次 事故通风十次 C呢是通风换进六次 事故通风十二次 D呢是通风换进八次 事故通风十五次 这个应该很容易的啊 不了解的可以看一下过路规范 或者是刚才我们讲课的时候 最后那那几页里面都有了啊 关于燃气 注意哈 看一下燃气 那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个 这几个词一定要先读 多读几遍 它是燃气波炉房 通风换进次数这一块 最小的是六次 事故通风这一块最小的十二次 所以说你大于它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小于它 所以说CD选项是没问题的 好吧 这下面就是关于变频风机的一个设置问题 采用变频风机的时候 选行应付和下列哪几项规定 风机的一个风压 风机的压力应该在计算 压力损失上附加百分十到百分十五 B呢是风机的一个压力 计算的一个总压力 损失作为额定压力 C呢是风机的一个电动机功率 应该在计算纸上附加百分十五到百分到十 D呢是风机的一个电动机功率 应该在计算纸上附减百分十到百分十五 这个可以看一下暖规或者是明规哈 暖规里面五点七点二点三 明规里面呢就是六点五点一条 这一题呢首先可以排除的就是低选项 你捏下来之后 因为我们 没遇到过负减 负减很少 至少我们讲课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负减的这一块 所以把低选项排除了 低选项排除之后 一般就是C选项是我们没问题的吧 再看一下BCIB选项是哪一个正确 哪一个有哪一个不对 看一下我们那个暖规里面五点七点二点三条 里面有一个采用变频通风机的时候 通风机的一个压力应以计算的总压力的损失 呃作为额定 额定封压 但是封机的电动机的功率应在计算式上再附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注意啊 阅读题目的时候一定要看清 他有一些 在一个字 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货和和这两个区别 那就把一个选项选定了 注意一下啊 这个其实就是选BC的啊 压力这一块是额定压力一样的 C选项这一块附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嗯 注意一下啊 外头反正 多注意 下面就是关于检查门这一块的啊 某医院的高层作员物大楼病房卫生间那个设有排风竖井 嗯 竖井的一个井壁厂需要开设检查门 检查门 呃 所 所用的检查门应该会限在哪一项 S普通的密门密闭门 B是 甲机防火门 C是乙机防火门 D是丙机防火门 这个我们上次课也有过了一下啊 是丙机的啊 刮柜里面有的 电缆井 管道井 排烟井 排气井 垃圾道井 应分别独立设置 其井壁 因为耐火极限不低于一小时的不燃烧气体 不燃烧气 呃 井壁的一个检查门应为丙机的防火门 在下面就是关于机械排烟这一块 可不设置机械排烟设施的一个场所 是下列哪一项 S某丙类厂房建筑面积大于500平的一个提倡房间 B呢是某高度大于32米的高层厂房中 长度大于40米的内走道 B呢是某单级建筑面积为3500平的一个两层某汉房 某汉房 B呢是某单地面积1500平的一个电视机等电子产品仓库 这个我估计应该 应该应该会 有不少人做错 这个呢就需要大家去看一下建筑的啊 建筑里面有一个3.1.1条条文说明里面 可以看一下那个某汉厂房为 哪一类的厂房 还是关于那个电视机仓库为哪一类的厂房 嗯就找到了 很好 嗯 你说这个 哎呀 这个很容易 很容易理解 谁 陈树龙 风机的压力 应在计算 系统计算的压力上 损失上 加上他的一个 一个损失是吧 你打比方说 你这个压力是多少 你算出来都是1000帕 你最后 你在选择这个风机的时候 你是按照原定的1000话选 还是按照 它是1.1 到1.15 这一块来选 就这个意思 我们是规范里面 要求的它就是 按照多少就是多少来选 功率这一块要有个附加 可能风量上面也有一个附加 压力是不变的呀 变频风机的 你看不到吗 压力是不变的 定屏的话 上面有吗 看这个 第二点就是采用定钻数风机的时候 通风机这个压力应在计算压力的损失上 附加到10%到15%了一个 对对对 是的 你是选你的风机的时候加一下吗 这跟你选定频 跟变频是没关系的 扯不上的 就是说你选风机的时候 打个比方说 你这一块 你选定频接 你就是一个风筑的要求 可能你回头要有一个压力 也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全压的一个选择 压力的选择 我们有一个附加值 再看看这个把这个截屏接下来吧 留着下一次课的一个一个一个 是点选风机 一般我们常规的 我们那个排烟的时候 经常是按到1.2来定的 我们排风的这个道 其实说怎么说 这个有点有点虚 我们选风机的风量的时候 也是有考虑楼风量的 也是1.1到1.2的 其实我们通风的时候 可能就去到1.1了 实际运气 实际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倒感觉 你知道吧 无论选什么的时候 选设备的时候 都尽量是有一个 稍微有一个余量 安全余量系数 因为现在的 针对于现在的一些设备 我不敢太相信 它能达到它所谓的一个 名牌上的一个标准值 通风下周没课了 通风下周是 不是通风了 下周是 四五张节吧 应该是 你们张老师给你们上课 今天就先到这了 各位 拜拜 拜拜 明年还一个什么 一个立体解析吧 大概来给大家说一下 立体解析 我们下周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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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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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